OK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個 這個叫PowerSoul 這個呢它有付費的軟體 單機版 也有呢就是在線上直接做的 那我們既然要免費 我就用線上的就好了 所以最簡單 那麼您進到這個網站之後呢 它有中文 所以您不用擔心看不懂 不用擔心看不懂 好 您看一下在這裡 有沒有 像這樣 那你就按下開始錄製就好了 但是第一次的時候 第一次的時候 它會有下載一個叫做啟動器 你需要安裝 可是那個很小 它很小 1MB多而已 1MB多而已 那所以 你只要下次一樣連到這個網站再按一下 就可以開始使用 就是那個只做一次的動作 那如果你是下載它桌上版本的 我也很少看到軟體是三位數的 現在看到軟體三位數只有那個APP 才有那種三位數的 不然大部分軟體現在都四位數以上比較多 因為 三位數的真的是相對比較便宜 那這個相對比較少 所以如果你需要比較多功能 或者你需要在0線的時候 我再來做 其實它也是一個考慮的選項 因為都有中文 所以你使用上不會太難 好 那我就先給各位看 我們在簡報裡面也有提 來 在這邊 你們那個新制圖上面的話 我看一下這樣 這個 我把那個畫面給你們看一下 如果說您的那個第一次使用的時候 會像這樣子 然後呢 它會來這邊 有一個叫下載啟動器 有沒有 像這樣子 然後在這裡 你就把它下載下來 那下載之後把它安裝起來就可以了 好 單張這樣 那你 執行的時候呢 這個就是安裝完的畫面 好 安裝完的畫面 那我 給您看一下 你像這樣子 如果你已經 裝完了 我按下開始錄製 那麼你就會看到下面這裡 會有一個工具列跑出來 你就可以準備錄影了 就這樣 就是這樣而已 不會太難對不對 OK 那我們馬上試看看喔 在這裡 我就按開始錄製 好 那他問你 要不要啟動程式啊 或什麼都不做 隨便你拿 連男人都一樣 反正你已經弄過了 都可以了 好 欸 我這台應該有裝過 有有有 它的唯一的缺點就是 你必須要在線上 可是它錄影不是傳到網路上 它還是放在你本機 還是放在你本機 只是說它啟動這個程式 是因為它是屬於一個 類似APP那種概念 所以必須在線上 那你可以看到 有沒有 這邊它是不是就有一個畫面 你要錄的範圍 畫面就出來了 你可以自己選 選擇要錄多大的範圍 比如說把這個範圍拉大一點 然後如果你要移動 中間有一個 你就可以自己移動 看你要放哪邊 那它下面這裡呢 就會有我們這個 有沒有 是不是有一些工具 你的錄的畫面的大小 當然如果你要全螢幕 這裡有一個 你就可以把它變成全螢幕的 大部分其實 欸 順便問一下 請問您覺得 我們如果是這種教學錄的話 到底要錄多大比較好 也沒有什麼概念 對不對 可是你網路上常常看到人家 不管 連現在FE都有直播啦 到底要錄多大比較好 錄大一點當然 螢幕大的時候看的比較清楚 那錄小一點也還好 可是如果說您 一般來講 我們在錄教學影片的話 主要有兩個尺寸 一個是1920x1080 就是我們最高的齁 就一般的 那再來就是1280x720 這個都是我們螢幕的解析度 當然如果您是需要 就是像 因為像我們有接投影機 假設這種教學現場的錄影 螢幕老師應該都會輸一張 或是會稍微 螢幕會縮小 除非說你的那個投影機 它是有支援比較高解析度的 不然接上去之後 就會變10247600 所以大概就這幾個解析度啦 因為這些都是標準的 所以你放在網路上播 或者在電腦上播 比較不會變形的那個困擾 因為都是標準的那個影片尺寸 所以我在這邊 那你這個軟體呢 它有個好處 你可以選擇 你是要錄螢幕的畫面 或是什麼 網路攝影機 因為有些時候我們其實 要不在電腦教室 在一般教室 你可以拍現場啊 你們都不知道我出了這一台 後面還藏了一台 你們沒有看到喔 你們知道啊 你們都被偷拍了 你們有沒有發現後面有一台 有沒有 後面有一台啊 可是我線沒有那麼長啊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教學的方法 你看 這樣是不是離我還蠻遠的 好吧我們就尊敬一點吧 停掉了 來講 好有沒有近一點 這樣可以啦 因為教學現場 抱歉齁 這種方法用在國小 就是有人在日本 到了大專還用 沒有關係 還是可以用 為什麼 因為有些東西是實驗 或實做的東西 對不對 在現場 欸同學你那個筆記 要不要借大家看一下 如果我就算我把它拿來 你看得到嗎 看不到對不對 所以那一台 我就可以夾到它旁邊去 這樣你了解我意思嗎 請同學他示範嘛 可是他示範 有些時候因為東西太小 比如說有一些電子的東西 那我只要把它的畫面 投影到這邊來 所以大家都看得到了 對不對 所以說其實 教學上 因為現在工具很多 就跟我們剛剛跟大家介紹的 跟那個實務法一樣 比如電子 我們目的都沒有變 我是不是要打出文字 可是方法是一個 教學也是一樣 資訊科技不一樣 我們可以利用一些資訊科技 來達到相同的目的 但是又更省力 又能夠更明明 所以 教學錄影也是一樣的 好 那我就來這邊直接錄了 可以嗎 好 那他第一次錄的時候 他會告訴你 因為我們在錄影 通常你要稍微注意一下什麼 快速鍵 對不對 注意一下快速鍵是什麼 雖然你沒有也可以啦 只是用快速鍵 看起來老須目比較穿越 完全沒有 就好像你看我在螢幕上面放大 在畫東西 你有覺得有什麼東西被我那個嗎 我有特別按哪個東西嗎 我是按鍵板的快速鍵 可是畫面上是不是沒有 對啊 那所以我就特別有寫一篇 因為常常 做完研究之後 老師就說 老師你在螢幕上畫的那個是什麼 所以我有寫一篇文章 裝成介紹 那一支筆 你有沒有準備好 一樣 還是只有準備 你不要叫我建商戶備 那我不會 好 OK啦 這個開玩笑 就是說你可以注意一下 那你如果真的不要它出現 那你就把它關掉也沒關係 好這個時候 開始倒數了有沒有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現在要做故意不難 難的是什麼 怎麼樣 老師的上課節奏 或同學你的自己的那個節奏 能夠跟上你的這個路 對啊 不然有時候你覺得我好像看起來都很熟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常常用嗎 我常常用我就會比較熟 就跟你平常在開車騎摩車一樣 剛開始去駕訓班的時候 我怕怕怕 對啊 過那個 停教導啊什麼的 要停一下 現在都沒有了對不對 過平教導看板 我穿過 為什麼熟悉度不一樣啊 所以說 其實如果你做的比較多練習 而且我們現在在教室裡面 我們在這邊 因為是我的電腦 其實我平常最喜歡的 去用別人的電腦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們現在電腦教室也好 一般教室 從電腦會不會還原 會還原 那你應該知道一件事情 我所有軟體就要重來一次 因為我每次都打掉重來 你不要聽過那句話 怕等手 手軌 那你了解 我每次都會怕等你 我自己又接起來 因為我每到一個地方 我就是要重來 所以 我平常去上課次帶學生點就好 甚至其實這樣也不用帶了 因為我放到雲端 如果真的 偶爾會幾次忘記帶 我就從雲端下等下就會用 只要有帶那個設計就好 就是我要做輸入的部分 所以就還好 就是說你多練習幾次 其實老師就熟悉了 這個沒有 因為現在難度越來越簡單之後 它就是一個工具而已 我們仔細用它 我剛剛錄一段時間了 那如果說 老師你順便看一下 你在錄影的過程 這個畫面是可以移動的 就是錄影的那個範圍 如果偶爾你需要把自己的頭叫出來 給人家看一下的話 因為現在這個我在用 我切到這裡 這個是我notebook本身上面的 所以看起來角度會有點怪怪的 有沒有 這樣可以嗎 所以你可以 老師有需要出現的時候 你就自己看你要放著 自己決定 因為有些時候 你覺得這個時候我應該出來見見面了 我們就來見面會一下 對不對 如果不需要的時候 你就自己把它關掉就好了 那麼我們在講解過程 這個軟體還有一個好處 連筆都幫你準備好了 所以 老師上課 這位老師有沒有 你看到這個 它筆記是會留在上面的 留在上面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清掉的話 你再來 有沒有很簡單 很簡單 對不對 那你真的需要清楚了 我們再把它整個全部清掉 這樣就可以了 好那我就把這一段停下來囉 OK 好 那麼如果各位老師 您做好了 影片錄好了 這裡是不是有一個打工 表示說我影片OK的 那這個軟體呢 它也有提供簡單的 影片編輯功能 影片編輯功能它也有 也有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如果說你OK 它會開始幫你做儲存 然後呢會馬上播給你看 會馬上播給你看 我們剛剛的內容有沒有 這個分身的 好 那麼 如果你確定OK的 在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一個輸出 右下角那裡有一個輸出 這比較旁邊的 老師或同學比較看不到一點 不好意思 點到它 您看一下 在上面這邊 它有好多的 影片保留的方法 第一種就是直接變成影片檔 就是你現在看到這個 它也可以變成GIF 但是這個在教學上應該 GIF比較用不到 但是 同學就比較用到 因為現在FB 支援不支援GIF 支援啊 早期他還是不支援啊 可是因為Flash不行啊 所以他就必須支援 因為這樣 有多一些動態的東西 多一些動態 那甚至呢您可以做編輯 有沒有 這也有編輯的功能 或者你要直接上傳到YouTube 那個Vimeo都可以 這樣沒問題吧 甚至上傳到您的雲端 一臉上都OK 那我就先把它存起來囉 我們來看看這個檔案 一般來講 如果您是錄焦絕現場 像這樣錄影片的 檔案會稍微大一點 可是如果我是錄螢幕上的畫面的話 因為那個東西就比較單純 沒有一直變動 檔案相對比較小 所以檔案不是一定固定大小 一定固定大小 好那我們在這邊 我就把它存起來 我先存到冷窗面上好不好 存 那這個時候他就會把你做 有輸出的動作 那麼我目前用到現在 其實絕大多數的這種 所謂的錄影軟體 都會相當就是有一個輸出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我上課 其實我沒有用這個 我上課是用另外一套 我上課錄影的話 我會用另外一套 因為我另外一套是 我錄完就跟剛剛各位看到一樣 錄完馬上就播了 不用再做一個像這樣的速度動作 因為如果我上課要等這個 要不要花時間 還是不要忘記 時間就是你的 對吧 你等得越久 是不是相對我就不能繼續上下去 不能繼續錄啊 那你還是要時間等 所以我大部分我就不會用 雖然它還是一個很好的工具 但是如果說 您覺得稍微等一下還值得的 其實錄下來檔案的品質 跟那個檔案大小 跟我現在用的是差不多 差不多的 這個是第一個 所以第一個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 那我們這個軟體呢 它在錄下來的時候 你的游標它會有比較明顯 就有比較明顯 會有個那個圈圈在那裡 所以你會看的比較明顯 等一下我們看到 你就可以知道 早知道就不要錄那麼久 這樣清楚了 所以應該還好 那麼已經完成了之後 你就可以選擇 要不要幫你播 或打開資料槍 那我們先看 如果它幫我播 來 我看一下後面 應該有 有沒有看到滑鼠 有沒有 亮在那裡 對不對 有一個亮的 這樣就看得比較清楚 好 那你點下去它有沒有不一樣的顏色 就是它內建都有這個功能 內建都有這個功能 所以這邊 因為剛剛這邊這樣就看得很清楚 好 那麼檔案到底多大呢 我們來簡單看一下 這個完成把它關掉 如果這個軟體你用完了 你不想再繼續怎麼樣 再錄下去的 你有沒有看到下面就有一個叉叉 就直接關掉就好 好 就直接關掉 所以這個應該是還蠻方便的 OK 那我回到這邊來 在這裡 給你們看一下 剛剛我們一樣 錄了一段時間 有沒有一樣14點5 這樣沒有過分嗎 比你用DV 因為你用DV 是一種方法 但是 我也必須承 DV的品質 絕對沒有這種錄影方式好 可是 問題在於說 我們今天 我們的主題 究竟一個人就要完成了 我就不想要用那一種 因為你的檔案大 保存不容易 那如果說老師你要做比較精緻的節目 那當然我還是鼓勵就是你用DV 錄下來之後 那再有一個團隊幫你去做 後製的部分 這是最好的 可是不是說 每一位老師都有這麼多資源 而且學生也會變動 有時候那個傳承障 就會比較麻煩 除非那個同學一直 學士班 碩士班 可以用很多年 不然的話很難 因為有時候就是 有些人就比較厲害一點 有些人就沒有那麼花時間去學 所以這個傳承就比較難 所以老師自己會這樣錄影 是不是就更簡單 那其實我每次上課 我都把它當作是一個什麼 好像當 錄摩克斯一樣 我就一段一段的 所以這樣 就習慣了以後 其實老師習慣這種 自己上課錄影 以後你要錄製摩克斯的時候 其實就比較習慣面對鏡頭 就會比較習慣 不然叫老師直接 老師你坐著 我還要開始錄了 會不習慣 你會覺得講話就是 跟平常上課是不一樣的 老師這個人 我比較喜歡上他的課 不喜歡看他的影片 這真的真的 這不太一樣 好OK 這樣應該大家 這一段有沒有什麼問題 第一個 沒有呢